游泳老师就直接点名 然后蔡英文是第一个 需要被检讨的 言下之意就是 蔡英文是头号战犯 那检讨的五大方向 就是蔡英文的领导 那第二个就是 检讨指定接班人的情况 还有第三个 没收初选扼杀党内民主 第四个黑金形象伤害党 第五选战规划一无是处 那当然这个 今天的风传媒风评 也提到了就是败选检讨 蔡英文找失先机 那里面提到了一个 这个当然就是论文抄袭风暴 第二个就是黑道 黄承国做大 第三个就是内阁改组 独流隔魁 让孙昌会更难堪 那可是你会发现 论文抄袭的部分 蔡英文依旧没讲话 继续姑息 我们对蔡英文的印象 是不是还是停留在 当时林志坚 被台大认定抄袭 撤销学位的那一刻 蔡英文率领的民进党 全党挺林志坚 我们好像对论文抄袭 蔡英文的态度 还是停留在那一天那一刻 到现在为止 蔡英文依旧没有吭声 黄承国黑道的部分 检讨会议 洋洋傻傻提了一大堆 亮哥说是作文比赛 但是黄承国这个部分 也没有说要处理 完全就是跳过 倒是有了 内阁改组提了一下 那刚刚其实因为 浅秋应该还是会想说 赖清德在刚刚已经 在昨天已经跟蔡英文说 我要跳下来选民进党主席 那你刚刚提到永永老师 因为他前两天在我节目上有讲 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乐观 他觉得他不是说 全党主席的部分 他甚至觉得2024 赖清德能不能够顺利出马参选 能不能够出得来 他都打问号 我也是因为反而有老师 所以我们跟亮哥想的不一样 因为我其实对民进党 承认不够了解 每次都是觉得 他们怎么做这么多 不可思议违反民主价值 跟基本SOP的事情 事后看 然后真的了解民进党 就像亮哥对不对 胡子佳 那么这些做法呢 其实至少像永永龙跟大家判断 至少选后看到蔡英文的架势 就是要把赖清德挡住 就这样而已嘛 所以他要脱的啊 对啊 所以看到赖清德的大反扑 我们这种旁边的人看就是 哇 拿反凳来看 太热闹了 我光想像蔡英文 而且我本来是觉得蔡英文要挡也挡不住 我是这样子 赖清德服软服很久 你看他在副手的位置上 在这次服选的位置上 也都乖乖的都从来没有去要抢蔡英文的风采 其实都已经很 连这个当时不记得党内为了要挂看板跟谁 还一度党内说不准挂 那时候不就是因为赖清德看板太多吗 其实他也都没有涵扣 都乖乖的配合党中央所有的决策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蔡总统也以为 赖清德应该也会就这样配合乖乖的 没有 赖清德大反扑 所以灭赖行动现在面对踢到铁板 这个不就是本来大家期待选人 如果拜选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至少民进党内百家争鸣 这种检讨的声音 其实这个才正常好吗 对 2018年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应该一个党才会有机会 重新重申检讨 重新全力接班 重新重组 过去如果是错的 至少现在路线有机会重新调整 这个才是正常 还是正确的民主的道路吗 但是现在蔡英文挡不挡得住 蔡英文有可能有这么大的度量 我真的一直在想象那个画面 刚刚我就突然知道 看还真的有这个新闻 赖清德是在那个检讨会上 我是来检讨别人 怎么突然你告诉我你要选 你看总统府从头到尾 没有一句提到跟赖清德有关的事情 那他也完全不提 是今天这个消息出来才知道 所以我就想象那个画面 说赖清德就当面跟蔡总统说 我要选党主席 蔡英文吓到失手的时候 然后强制镇定回去想了很久 该怎么挡 可能还有很多策略 双方有很多对战 那我觉得刚刚那个亮哥 立刻预言到下一个重点 吴亦农 吴亦农接下来可能选情 就会面对很大的为难 党内在这种斗争底下 各种兴风协议 他选情本来就已经不稳定了 如果又碰到这种党内的状况的时候 要往哪一边站 谁来站台谁来操盘 还有很多的这个风向 都要被考虑 不过我刚过来中天的时候 搭到台汽车车被认出来 他就跟我讲说 我告诉你 我是老国民党 我跟你预言 We know 已经输定了 为什么 他说因为今天有个新闻 他说因为他结婚了 农妇们都伤心了 真的会这样吗 我也是没有那么那个 可是我有听到声音说 我说他说搞不好是不是要选 所以才放出消息我结婚 我说有什么好处吗 他们说因为心好男人 爱家好男人 我也是觉得现在选宾结婚了 我们还是爱着他呀 我的意思是说 应该不至于啦 但他那个形象反而可以平衡一点 这个其实看选民怎么决定 但是我的确是看到 芋农靠脸吃饭的 在各种这个 我看到他出来的场合里面 都是一些连OL啊 或连女生们啊 很受欢迎 很受欢迎拍照 就是靠脸吃饭 只要不讲话就没事了 他只要不讲话不要舔舌头 他可能相对的安全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他稳稳的选 如果民党还是可以团结去打的时候 相对当然有胜算就靠脸啊 那王洪威他是战将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 超乎大家想象的那个力道 他第一天宣布参选的时候 在我们节目上面 哇那个热烈的程度 跟他自己很担心 那个网军带的彻翼氛围 检讨他落袍这件事情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整个泛兰跟在野的情势 是非常强的力道 是挺他 因为是在不得不被要求出来扛的情况之下 他站出来 表示他真的很有尬 而且真的很累 刚选议员又要这样一直打仗下去 我觉得王洪威 背后所受到的民意支持 也是大于大家想象的 而吴义龙现在要面对的是党内的这种斗争的情况之下 想要突围 看这个可能这一关他反而辛苦一点 好 那因为蔡英文在这个检讨会上提到了 就是下一阶段的布局 就是内阁改组 那内阁改组的部分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徐国勇已经递出了书面辞呈 那他其实上个星期呢 办公室被拍到就全部已经是打包都清空好了 好 那所以今天徐国勇呢 他也没有到立法院被询 那这个罗秉承发言人说 他是因为健康因素啦 那希望能够这个就是提出辞呈 那孙商希望说 啊徐国勇还是留下来啊 会未留啊等等的这样子 对那吴子牙呢也有研判 就除了他研判说这个陈建仁会接下 隔魁行政院长之外呢 他认为呢 苏贞昌会下台 也就是苏下陈上 那苏贞昌呢 会在这个2月1号立法院开议之前 内阁会总辞 那谈到了当然是内阁总辞 内阁改选里面的这些成员名单 很多人都在问说 那这个人走不走 这个人下不下台 就是呢陈明通 国安局长陈明通 好那很多人在讲说 他该走了吧 一个人毁了整个民进党中生代 好很多人说他是麻烦制造者 好尤其呢 他在担任台大国发所所长期间 指导过173位的硕博士生 里面有绝大多数都是绿营的政治人物 那这件事情已经就爆出了整个 抄袭风波震撼了政坛 好所以呢 现在随着洛文风暴持续扩大呢 可能就责陈明通的声浪也会跟着大 所以在民进党内已经有立委 像是罗智政还有许智杰 都认为陈明通要考虑自己的去留吧 许智杰甚至说 先考虑道歉 然后辞职 好 但是苏仁上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他有说了一句话 他说相关学术的问题 就由学术机关 以相关的程序来处理 所以换句话说 此时此刻的 这个陈明通还是陈教授了 他会不会走啊 亮哥 陈明通 陈明通走不走是蔡英文决定的 主要就是国安局局长 这个位置不容易找到人 比如说顾立雄 国安卫秘署长 就这两个位置是很难找人的 你必须要信任度很够 而且也要在这个位置要待一阵子 你才会了解其中的人脉 那你现在走 后面那个人又要重新来过 而且据我了解 能够接国安局局长的 其他人可能都是君子 那跟小英就没有那么亲密 这个就是现实状况 那他觉得不怕火还烧得不够旺 就是不设停损点 你讲的是问题我同意 就叫他尽量不要出现 立法院被询没办法 一定要去 其他场合就尽量不要出现 就低调 我当然知道这很伤 可是坦白说 他指导的那173个 大家也都早就知道 那也都有人准备着 如果有人到高升的时候 就要发动这样 所以事实上也早就知道 你现在换也没有用 照样爆发 所以现在有 本来有一位行情不错的要入阁 现在也是心里怕怕 论文 行情不错 对啊 反正你以后就知道 卖官 对啊 就直接讲出来啊 你又不姓王老王 不行啦 因为不确定人家有没有问题 可是传得很厉害 传得很厉害 人家是为什么不去传高家瑜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去传邱志伟呢 因为这两位也是陈明通的学生 你说潘梦安 可是大家就会觉得 这两个人的论文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我等你喝完水 对 好啦 所以你觉得陈明通不会走是不是 我认为以蔡英文目前的状况 因为明年后年 她的任期也不多了啦 那最核心的就是两岸嘛 讲白了啦 你说你为了国安跟两岸的情知 太重要了 真的就是你身边一定要有熟的人啊 那现在就真的卡到了 因为我的了解真的就是李大为 然后陈明通 然后孤立雄 这三位是最核心的 对啊 就是这样 其他人小英也不放心 他也 或者说你没有累积到这个位置 你认识的人也不够多 比如说吴钊燮 你一下要进来这个圈子 那不太对啦 因为吴钊燮不是做情报整理分析这样的人嘛 不是嘛 那感觉起来 那论文这件事情对陈明通 感觉暂时起来 他的位置没有什么伤啊 可是对郑文燦来讲 他是不是几乎已经凉了 现阶段就是凉了 你没有看陈明通 对整个民进党就是伤啊 不然罗志正讲这个话干嘛 罗志正也不是不认识他 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对啊 政务官的身份问题很大 对 这我同意嘛 我就说我同意就是他要选立委的人嘛 他是区域的嘛 他当然会在民众中听到一些不好的评价嘛 说这这么明显你都不处理 对不对 一样嘛 所以一样嘛 就是说有人要入阁 那大家就会注意一下说 会不会又来一个 就类似嘛 所以我的意思说现在确实在拉警报啦 那罗志正是提出了一个 坦白讲他是比较勇敢说出来啦 这个话很多人都想讲啦 尤其是今年要选区域立委的 大家都还是觉得说这个问题都很不处理呢 那他就把它提出来嘛 可是我知道实际状况真的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 就是这样 所以伤害继续在 这个政治本来就很难圆满啦 就这样啦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法次都没有问题哦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好